Dudget鄭如玲和蛇斯曼 齊齊出席品牌活動 很久沒有和蛇見面 再見對方 Dudget都相當開心 Dudget喜歡播劇 大家都知道 他還說平時最喜歡 就是一邊護膚一邊看劇 我很喜歡播劇 這個是指定動作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看劇 從小到大都是 電影也很喜歡看 所以看你就坐在那裡 就不能動 變成我就塗了些精神 或者是面膜 然後就買一枝東西 看一看一看 都好像挺有效的 最近在看什麼劇 韓國有幾個新劇 我很喜歡的任時員有新劇 我有一套劇很喜歡叫美生 裡面兩個主角都有新劇 就是李星文和任時員的劇 都在追 另外有一些英文的劇 做了很多個季節 我就留著不看 現在就大結局了 我可以開始有第一個季節 小姐 接下來頒獎禮 有沒有投哪一個男歌手 哎呀 我沒有做這件事 我經常掛著播劇 是不是應該要投下的 讓我留意一下 我要細心看 我不是立戀 你們說誰是誰的 我就是要看他二、三年 做過什麼 從頭到尾我研究一下 下次再回答你 Due姐真的對待任何事 都相當認真 好像他開設過網上頻道 都是因為他夠專業 令到不少紅星都安心接受他訪問 很感謝各位 都交了心出來跟我聊天 接下來還有一個世界很多藝人 我自己有很多藝人喜歡 希望在二、四年 我一個願望 做好自己YouTube的內容 希望大家會喜歡看 明天明天會有紅星 才跟他們來訪問 是 是 我們都很希望訪問他 但是相信他都很忙 因為有很多 譬如影視紅星 如果是有活動的 他只是做那個活動 很難答應我們做訪問 希望他有時間 我們會無欽歡 很想訪問他 都姐想問一下 因為前陣子 做訪問的時候 說想開一個節目 邀請刀姐你想弄你 哪有人這麼蠢 說明要弄鼓 怎麼上去 看看他是不是能開成 我希望他能開成 還有看看是甚麼性質 希望他能做成 聖誕節快到 不少人都計劃去旅行 過一個白色聖誕 不知道都姐又有沒有這個打算 聖誕節有本想去哪裏 聖誕節就不去 因為我營住會多人 不如先過聖誕節 我又怕冷太冷 遲些才 還有最近的工作都比較多 如果想去哪裏 很多地方想去 但是又很矛盾 又要搭很久飛機 我又怕 近一點就去日本 可以去北海道 或者是熱帶的地方 新加坡、馬來西亞 都很難去 我怕很多人 有機場 都不想去哪裏 有機場 我們有機場 有機場 那裏